小弟不是一个专业训练的建筑师 但我从事城市研究或者规划的时候 就要跟很多很具才华的 可能很年轻的都很资深的建筑师他们去共事 而建筑师往往的性格都是非常极端的 很大部分都是沉默寡言 用他们的画笔或者用不同的方式去表达他们的思想 也有一些好像香港人很熟悉的 Norman Foster或者IMP 贝月明大师 很能言善变地将很多人生的道理美美道来 刚刚以百岁的高龄顾去的贝月明 其中有一句金句小弟非常欣赏很有启发性 就是什么呢 他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人生就好像一个建筑那样 与此同时建筑也是反映现实 反映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 我觉得这件事就和他虽然在美国求学 和达成他一个很高的事业 但是他始终都是一个中国人 在上海 南京 江苏 香港不同的地方都有他成长的一个足跡 我觉得究竟是生命反映建筑还是建筑反映生命呢 其实它代表的是一种谦和 这种谦和呢 这种谦和是我们很真诚地透过我们的建筑的设计 透过我们的思想的体现 是有所谓活在当下的这个精神在内 那活在当下呢就是体验在贝大师的作品 而他的作品呢 同时也是建筑界我们社会界的永恒 这种谦和实境的样子 这种谦和实境的谈 Riset 成为谦和实境的谦和实境 谦和实境地的谦里